《玩具TV》第十四季最后一集第十二集 突然之间星期二有直播 总是有点几乎的 星期二 是不是星期二 星期一 星期一 我明天又放假 后来又放假 所以感觉很高 为什么每次这么多假期 因为我假设多 平时上班很多 高层是这样的 最重要是这一件事 高层是这样的 所以见闷闷的 今晚就爆一爆 经过这一个 Brian成腰加班 就是这样 所以今次一开球 不要说那么多 来 好 千呼万换始出来 今天刚刚坐飞机来到香港 是 算是的 GFFMC1021白雪机 Predewed 哇 这个真是拿命 大佬 怎样这个白雪机 先看看box art 今次真的很大盒 和上次那盒 一板矮升再加上液 再加上它那一层的枝脚 哇 那些枝脚看到真的很厉害 其实坦白说 如果真的没有买到上一枝 而又真的很喜欢Wing Zero 今次也是个机会 但这枝是日云限定 而香港是没得买的 是 除了一盒之外 那本说明书也是厚了很多 哈哈 要多说一点 其实刚才我们 在未开始之前 叫做perperation 阿嘉的尾头真的皺了 我看不明白 本说明书去到后面 是完全看不明白 其实一件玩具 玩到那么复杂 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做多了 做多了 怎样都好 立刻看看这枝 要不要退前 不用 我退前好一点 一人滑小声 好 看看这枝 本身正面 整枝今次的上色 主色都是用白色 而它Existing 你说是白色 不如说是灰色 而且你看到 本身的涂层方面 是有些反光的 反光的原因是 它滲了一些银粉 看下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应该说是珍珠色 可能是珍珠灰 珍珠白 接着它对翼 就是雅色的珍珠白 但其实有时候 雅色珍珠白 都挺难噴 因为噴得不好 它就像有些 焦焦地的样子 但它这个都ok 它珍珠白 对翼是有些grain 所以其实都ok 不过 我就不清楚 它和旧的翼 是否一样 好像一样 旧的翼 好像是灰一点 其实另外 大家都看到 白雪姬 它整个主色 都是灰 白 五银 再配上一个 都叫金色的 Existing 你看下去的感觉 就很grain 不过我自己打开盒 一看 看到本身的主色 我不知道是灰色 还是白色 还是灰白色 其实那种反光的质感 我是觉得有点惊喜的 事实来的 我觉得它和旧版比起不枉多样 我刚才在开镜前都说了一件事 Bandai有些东西很厉害 就是它最近 不是经常都在这里 改色再出 改色再出 因为疫情期间 可能一些研发 比较慢一点 就唯有改色再出 来泵水 很有趣的 Bandai做的东西 它的改色 是你看完那只改色之后 你再拿回原本那只 你两只拼在一起 你是两只都想留 其实大家都看到很多 Strike Freedom 跟着近代的Eva 其实你这几只都是 包括Xia 这些全部改色的东西 是两样东西 你是全部都想存在 包括我今天看到白雪机 我都觉得是 就是眼前一亮 有样东西 我以为它会比起 旧版很多 因为旧版是很正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很正的 但是没有想过 这只白雪机又很漂亮 因为它很有趣 你会看到它的灰色 我本身以为它会不会很干净 它又不会 它这个灰色是光灰 是光灰 是光灰 它是光灰 反而它没有做到珍珠 所以它看上去就是 有些像车身的感觉 灰 这个比我好 它好像打成蜜在上面 是 很有趣的 它除了光灰之外 它有些部分,例如手甲,它這個白色的上面,它是噴一個光的珍珠色的 但是去到手臂,例如手臂的這些位置的話,它其實它又用回一個啞啞的珍珠白 所以很有趣的,它的層次感很強的,然後它在這些那麼多樣東西之中 原色那裡,它上面,在身體上面有些點綴這部分,原色是用金色或者黃色的 它這個就用銀色去撞,所以其實它的顏色的層次是比舊多 而且它玩的一樣東西很強的,因為雙齒色系的分野是很難明顯的 但是你在它身上看到很不一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很強的 Bandai噴色的那些人,或者是做設計的人,實際是非常之厲害 其實都可以講多一點,所以大家其實看著,剛才阿加所說 無論是銀色的點綴位,以及金色的點綴位,它本身它將深淺色 類似Sasabi也好,New Gundam也好,它都將那些近似色可以,雖然不是很明顯 但是它放下去,你會見到那個分野,令到整個佈局和層次感是好很多 是,你拍照也未必會覺得,但是你看實物是很厲害的 你是有些碳圍觀紙,它分成這樣,這個人是不是有點癫癫的 你叫人出去代工砌模型,你砌成這樣,應該會加錢再加錢再加錢 所以真的很厲害,再加上它全身Fullmarking 是,好,那我索性,我拆一隻東西下來試試一下 那首先,德哥,你QC完之後,有沒有什麼可以回應? 這一輪的QC如何呢? 有什麼毛啊? 有! 有一條毛啊,暫時 我拆了它下來,這個插頭呢,或者我看到什麼是說什麼 其實我們試了兩個不同的台座的方法 一個就是插著這個Hit位的 這個是極之不穩陣,但是你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聖歌模式的話,變成這個是必要的 我好建議,因為其實本身整隻Wing Gundam 你基本上是放在一個台座上面玩的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用這個插頭 它會插得緊很多的 跌下來的機會相對性比較小 因為我現在想拆這個出來也有點難度 它會上下搖的 它比較不穩陣,立刻就出現飛騎了 是完全的 好了,剛才David有問過,本身其實這隻Wing Gundam的QC如何呢? 或者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說一說 因為我相信,對於我來說也挺過分的 本身整隻Wing Gundam我覺得是OK的 不過,本身很多白色的位置都有花痕 當然,在我的立場來說 已經算是不太過分的 本身其實很多細節位置都會見到一些 有些邊,或者有些地方刮過的痕跡 當然,這隻Wing Gundam是新的 當然,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個幫我解釋一下 謝謝 好了,如果純粹講一隻Wing Gundam,最大的問題 是 一樣,跟上次那隻是有毛的 那些毛基本上又是沒有... 即是除塵匙,你這樣貼上去之後再噴,就會搞成這樣 還有一些...花痕 小花 對,一些小花 請問對疫今次易不易甩 如果繼續易甩,一定不會考慮 好 買完那個,剛才盯你 拍遠一點 好 滿不滿意? 有機會是撞手臣的 Djim 360度Djim 很難去... 嘩 OK 但我上一隻也沒有鬆翼 坦白說,其實關節基本上都很緊 但有一部分的位置 特別是在矮聲那裡 我是需要用Blu Tape 我真的需要用Blu Tape 好,我花了太多時間講這裏了 或者直接玩一隻東西的可動性 什麼都不玩,玩一隻翼 其實上次大家有看都有介紹的了 基本上是一樣的 抹開 這個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400萬人 嘩,好慘 剛剛被刺傷了一夜 那就收回了 好,收到 同樣地 好,好 這次真的是瘋瘋瘋的 其實就是 只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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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這次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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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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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就很難拔 所以我都不太明白 因為本身有點尷尬,它是垂直插的 所以拔出來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不過有一樣東西都想說一說 在這裡排滿了 如果大家沒有色盲的話 就會見到這個是藍色的 說明書就… 如果你真是很認識 你What to see what to get 我強而建議你打去日本的消費會投訴 投訴它貨不對版 我覺得是高得入的 好,繼續 但它很奇怪,封面也對 好,想完這套譯了 真的想一下主體 可以拆的,很多東西可以拆 其實如果你想轉做0模式 可以換耳朵 打開 本身一些散熱 我這個不多說了 另外這裏又可以拆開 後面又可以拆開 另外不好意思也要說一說 其實我們今天轉了用手機卡 手震鬆這些路路就一定會出現 希望各位看官不要介意 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這裏太複雜 我相信一會有不少蝦裏鏡頭 因為我們真的剛剛新鮮到手 如果喜歡看蝦裏的 你千萬不要走開 好 繼續 可動性 其實就不會很勁的 但都絕對不是差 向前 向後其實幅度不是很大 手臂 可以拔出來 重複 拔出來 就可以動多很多 方便你用來做雙手持槍的動作 穿不穿崩呢 是很穿崩的 穿了崩 在後面基本上什麼都看不到 但高達通常都是這樣 原來新的高達是可動OK 但穿崩是完全不符合人性的 可能會放一些沙石或塵 打打下 卡住了 但當你的手可以 這麼大塊 都堆得這麼高 基本上我真的沒有什麼投訴 又放下來了 好 前臂不谷到 好 前臂不谷到 這個關節很緊 哇 我真是硬硬 很少人見人拿這麼貴的玩具 這樣扭快 哈哈 看的時候 這些就開心了 心有一點涼 對啦 腰 有點緊 嘩 挺緊 緊又緊好 其實Fixed Metal 和 Metal Build 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最大分別是設計師 哈哈 GFF MC 一定是卡多吉吉米 其他 Metal Build 有很多不同的藝術都有玩的 但這次Wing 由上個版本開始 它說了是用了 Metal Build 技術去做 對啦 所以在這款產品之間 你會看到它所有的結構 或者是關節 都有一些幾何級的提升 在上面 而以往的Gundam Fix 也沒有見過這樣的質素 我們這樣看一看 第一場霧不見了 膝蓋好像爆開了 很漂亮 這個Ship 真是沒得頂 嘩 令我想起一比一高大 哈哈哈哈 那個大腿 那個大腿 穿了洞 令我想起那條片 那條美女來的 美腿 好 後面玩了 腳裸也是 因為要變形 所以變形 可以有一個比較多的可動性 幸好我跟了機 哈哈 這隻手九成都是你 哈哈哈哈 嘩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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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玩可動用這麼多 其實很坦白說 當你安裝了心繃上它之後 你就不會滅潑到這麼多東西 因為那個玩具很瘋狂 我需要鼻台 要不要转回 或者我们不断上身先 有需要转第二个产品的都可以先说 今天始终如果真的说玩这款Wing的话 我想只是变适当一个形态也有时间玩 所以我们在这段古贵的时间里 准备了不同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铲物Hello 接着又回来 过场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形态 Zero Mo加基本配置的矮星 在这个装的过程之中 大家很需要看书名书 因为它的矮星 或者我们快速地转它后面 它矮星有六把 中间有一个支架之外 有六把矮星 它装矮星 这些全部向上插 很简单 不过 其实它的支架 这些部分是很松的 你这样已经看到了 其实它很松的 它不止这支 它是每一支 全部向横的部分都是偏松的 所以 有地心级来的 是有些尴尬的 就是它用一些 这个支架 你看到你都会发觉它很弱 甚至弱到 它已经特意预计两只脚给你 它说明书都教你这样支撑的 你想想 我想而知 是松到一个什么点 大佬 我觉得它说明书上也教你这样做 另外 其实矮星的前面 我偷一偷支架 矮星的部分 其实它这里是有 一二三片羽毛甲 但是你要看说明书 其实它每三片 全部都是不同尺寸的 它有分大中小的 大家去安装的时候 就记得跟回大中小去包 否则就有点麻烦 而且它是有分不同的层叠方法 所以最好看说明书 在安装的过程之中 其实它那几片甲 是非常容易撞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所以大家说 这个支架很松 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柱 就是又短又小 那么短呢 又短又小 你逗住它 用它的重量去压住 让它转小一点 随随向前转 所以在家玩这个东西 真的要加张指引 你没办法 都不是加张指引 你真的要极度小心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 主要是 这里已经有点压烈 另外 另外 有个问题 我发觉背包 这个部分 它有个支架 是会叮叮的 不够整 它在内部的位置 没有什么力量 它会叮叮 所以大家要小心 若然你这样摆 摆这么多东西 如果你本身是紧的时候 你就记得用支架 摆一下摆一下 那就 玩久一点 我想可以拍后面 给大家看看 整件事是怎么样的 刚才说 玩一件玩具 玩得这么复杂 是挺痛苦的 痛苦的地方 就是 你连一个 这么基本 摆出来的模式 你都要找三个支架 去招呼它 其实某程度上 我就觉得挺失败 就是有点丑怪 但其实那个位置 真的拆不了这么多东西 如果这个位置 所以你根本的设计 设计 你的设计 承托不了自己 这个就是 大家所见到的 是Morandu 原舞曲 形态 未到原舞曲 是的 要摘在前面 你要多少分钟 搞个原舞曲 形态 不知道 你爆一下 你爆完的时候 我就做完 其实我想说 你接着还有这个 Neo Bird Mode 还有这个 聖歌模式 应该都玩 哇 足够玩过半分钟 真的 还有两个 可以过场 是 那我们现在间场 没错 接着真的回来 Morandu 了 哇 经过约干分钟的努力 Morandu已经搞定 其实他又不是 因为呢 由刚才那个形态 再回来这个形态 就不是很难辨 嗯 那他其实只不过是 把那个支架呢 很有趣的 你这边看一看 你看到那个支架 其实后半部是不动的 但是呢 他的支架呢 有个方式很有趣的 他本身是夹在两层的 然后你硬把它拉开 或者可能我用说明书 看一看 看一看这边 其实他本身是两层夹在一起的 然后呢 你会见到下一幅图呢 他其中有个角位 有个插位 你把它拉开之后呢 他可以是这样打开 然后把打开的部分呢 反回到正面那边 就其实是这个模式 但是呢 在过程中 有一样东西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那个支架 非常的松 哈哈哈哈 你看到呢 还有呢 你会发觉 这个支架呢 可能如果我拉高了 这个支架是不够长的 我用它定的位 不是用夹位的 我是用顶子来定的 所以在定它的时候呢 是很恐怖的 加上它本身 在底裤位本身装着那条柱呢 不停前后摇的时候呢 这支架是完全是很惊妄的 令人惊吓的一个设计 最可怕是 就是 你一想就真的来了 对了 在它这个 揹着那么重的材料的时候呢 它这个 就是 炎武曲的状态呢 是还要揹上盾子的 我不知为什么它揹上盾子 但是它的设定里面 是揹上盾子的 是漂亮的 你后面加多一支插出来 而且你所有东西都挂上身了 即是变身 其实手插上两支炮 基本上是全上身 因为 反而它旧版的 好像没有教你把盾牌插在背脊上 因为 我自己经常都觉得 插盾牌在背脊上是有点尴尬的 因为它夹了出来 好像忍者龟似的 又用不了 对了 就是背脊挡蛋 高达就是这样 高达的背脊还不太好 刚才背脊已经拍了 是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背脊 其实从上面拍下去 你会看到其实破绽也挺大 很坦白说 即是打什么都打头 是的 而且这里这个位置都很尴尬 应该放些东西下去 再怪东西上去 整个人都疯了 其实它比起以前的大气层突入 包住自己的模式更重要 这个 看上去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拿一些矮声来挡 明明 不是挡 它的枪射的位置是大爆炸 原本是笨 你一个矮声 即是你放一些弱点在他面前 你射我吧我死的 然后 射它超级大爆炸 是的 很奇怪 而且我不太明白这个矮声的设定是什么 因为它原本 每一粒有不同的作用 是的 它原住之中 它每一粒矮声是有不同的能力 即是火 冰 雷 曼藤 或者是病毒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它每一粒应该是不同颜色的 但是去到这个白雪机 虽然它不是真的白雪机 前转 它在这里的表达就是全部变成一样 那是不是其实全部只是能量炮的子弹呢 我觉得基本上的设定都不会玩到像 真的说 类敌 那个 即是不同功能的矮声 就感觉有些 其实这款产品的定位是尴尬的 它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大家的金钱而出现 但我很愿意被你欺骗 我觉得是 你说值不值 今时今日如果原色版都三字头呢 那你买到这个 你买到这个是超值的 而且其实它的矮声的外观上面是原性旧版 因为旧版的矮声其实只是一个曲车 那是有点尴尬的 装上身 包括装在后面 因为它的配色是不同的 所以是奇怪的 有点突压 是的 但这一只 始终它跟整个音色都是冷色调 那变成了 白雪机也不会有错的 是的 这个形态 我觉得它中间那么多灰色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它配了一些白色的液 在中间的层次就出来了 哦 那有师兄问我们 会不会觉得冰杰的累敌 那些机器都超过了 呃 你觉得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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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超过了 我觉得这只超过了 超过了 因为沿着里面 它出场其实是套着整个 整部机器 你不会看到 你看不到 它是什么回事 它是去到后面有一期 突然划过封面 提早拿出来 但是它之前那把武器 都不是这样的矮声 它是拿着把类似老的东西 然后它是前面一排 好像Cross Phone 其实根本就是类似Cross Phone 有不同的矮声摆在前面 然后就开枪 整个Sniper 而且它的感觉 应该是一个挺沉实的机体 但是来到这里 哇 真的浮夸到 是完全浮夸到爆 但是不知道 我们一路在那里叫浮夸 一路就砍了河包 哇 有没有搞错 这么累赘 这么多东西要搞 真的很难玩 但是又给了钱 它不像是华尔之打后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故事 因为很坚长的感觉 就是加强版的 这些机器基本上 应该是神祖禁制制 对 大家要爆了 好了 我们要下公司 你可以 好了 静静地说一说 特别是我 我都很清晰地听到 阿嘉一路继续这个盛歌模式 一路 真是叹气 还有这些声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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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是 不要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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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這幾個設定是 是 我是 我可以理解 因為 我首先不用那麼辛苦要插底線 不是 不用插那麼重 但是可以的 而且它在矮聲來說是一塊一塊的 我用完是甚麼? 插到背部還是扔掉了 應該是扔掉的 很尷尬 整件事就很奇怪 只是把這支槍油三塊變成多了六塊 是 其實不是說不想變Neo Bird Mode 本身真的沒有電 可能我們講講一下也會突然停止 其實不需要尷尬覺得奇怪 是因為真的沒有電 我們星期四會不會變的 有機會再說 因為我要save一條片 多謝大家 有機會再說